你买酒 怎么够手 香港有这样的一句评价 功夫片看成龙 喜剧片看周星驰 风月片看许锦江 与前两位相比 能代表风月片的许锦江 熟悉的人却并不算多 他是国画大师的关门弟子 但却以三级片文明 温宏 李立真 书奇 邱书珍等多位 当时香港炙手可热的女星 都争相与他合作 但亲人的反对 让他患上了抑郁症 为了赚钱还债 他一年接拍13部影片 直到遇到周星驰 才摆脱风月片标签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 三级教父 许锦江的幕后故事 1961年 许锦江出生于哈尔滨的 一个医学世家 父母 祖父和姑姑都是医生 但年少时期的 许锦江对枯燥的医学 不感兴趣 反而在绘画上表现出了性质 当时许副赴港行医 和关山岳正好是世交 于是许锦江便有机会 学习中国话 还败入了关山岳的门下 成为其入师弟子 在师父的指导下 许锦江成功考入 广州美术学院 本该他的艺术生涯 一片坦荡 可没想到的是 80年代初父亲的突然离世 打破了原有的幸福 除了亲人离世的痛苦 经济压力才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关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 许锦江自然要承担起家里的重担 于是他想到了举办画展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话来获取一定的收入 可能是因为当时手法太过稚嫩 观众根本不买账 眼看着画展行不通 姐姐就帮他想了另外一条路 给他报名了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想让他进入演艺圈 于是许锦江便和刘德华 梁家辉成了同班同学 而上学期间他也没闲着 为了补贴家用 他做过模特 当过夜店的助唱 还经常在电影里跑龙套 毕业后 许锦江正式的进入了演艺圈 但是因为他长相较凶 经常出演的都是一些坏角色 没能有很好的发展 而此时同班的刘德华 已经获得无限的力捧 出演天若有情 成为无限无虎将的一员 1987年 在底层娱乐圈打拼了六年的许锦江 在陪母亲回美国的途中 遇到了著名导演麦当雄和麦当杰兄弟 两兄弟说有一部电影要开拍 问他有没有兴趣 许锦江当时也不知道 这两人到底有多出名 只听说有戏拍 就答应了 事后证明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电影名字叫做《省港籍兵2》 许锦江首次担任男主角李向东 电影上映后好评如潮 许锦江还首次提名金像奖 这部电影也让他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那是香港股市风头最盛的时候 许锦江小有名气 赚了点钱 又将自己的全部身家一举投入了股市 赚得盆满钵满 一时风光无限 许锦江体验了一段挥霍无度的时光 年轻人留不住太容易得来的钱 下雨天打不到出租车 他直接去附近的车行新买一辆 挂个临时牌就回家 堵车太久 他便把车丢在路上 再也不管 堵车车就不开 丢在路上就回家 那么随性 警察打电话来 徐先生你这车是不是给偷了 年少轻狂并非过错 但现实总会给人迎头一击 1987年 股市血亏 许锦江濒临倾家荡产 车子和房子都被银行收走 他只能租住在一个小房屋里 吃饭也只能去大排档和快餐店 由于害怕被人认出来 他吃饭从来不敢重复去一家餐厅 从富贵娇人到落魄寒酸 上天似乎跟徐锦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之后为了赚钱 他一年接拍13部影片 而不久后的一个机会让他风头无量的同时 也把他推进了深渊 1991年 麦当雄拿着《御仆团之偷情宝剑》的剧本 来找徐锦江 想让他出演这部电影 但看完剧本后 徐锦江的内心是拒绝的 因为这是一部风月题材的电影片 但迫于生计 徐锦江迟迟好在众多角色里挑选 最终决定出演一个还算不错的英雄角色 可麦当雄听了以后却再三劝导 如果你是演员 你是一个好的演员 你应该去尝试你没有演过的角色 渐渐的徐锦江态度变松动了 答应了出演 当时影片一经上映 就在香港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徐锦江和叶子梅的玉统大战 还起了风月片的热潮 最终电影狂揽了2000万港币的票房 有一就有二 后来又有了徐锦江和温宏的满清十大酷刑 紧接着又和舒奇 李立真等一众大牌女星合作 当时只要是卖座的风月片 其中必定会有徐锦江的身影 而她也成了三级片的票房保证 但让徐锦江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当母亲得知她参演电影大火之后 直接带着亲朋好友前往电影院观看 怎料电影一开场所有人都傻眼了 随后一套写真集的发布 才是真的把它推上了风口浪尖 里面有很多大尺度的照片 甚至全裸出镜 这给徐锦江的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不少熟悉她的街坊 总是对她的母亲议论纷纷 为什么她的孩子会拍这样的戏 为什么可以出写真集 她这样去说我妈妈 而她妹妹也深受这件事的影响 谈对象都偷偷摸摸的 不敢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徐锦江 她得知这件事后很是愧疚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虽然这些在她看来都是艺术 但却被大众所不齿 外界对她是骂声一片 但此时和她合作的众位女星 却对她赞赏有加 温红就曾说过 和徐锦江一起拍戏十分有安全感 每次拍戏前 徐锦江都会漱口 不吃有意味的东西 当身体出现生理反应时 她会立刻请导演喊卡 电影拍完后 不少女演员会写卡片感谢她 有的还和她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所以徐锦江也被称作风月片里的绅士 虽说她是以拍摄三级片文明 但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来说 一说到徐锦江 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三级片的她 而是她与周星驰合作的 《鹿顶记》里的敖拜 或者是《九品芝麻关》里的雷豹 其中饰演的敖拜 更是被誉为无法超越的经典 可以说能把风月片明星救出苦海的 也只有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了 两部电影徐锦江都是以白胡子 红帽子的造型 还被不少网友戏称为中国版的圣诞老人 别看徐锦江在影片中都是五大三粗的模样 但回归到她自己本身 却是一个喜欢哭的小公主 生活中呢 更是十分的依赖自己的太太 去哪里带着妻子十分恩爱 而她和妻子的婚姻 也是娱乐圈的一段佳话 两人从认识到结婚还不足一个小时 这比现在的闪婚更疯狂 1994年 徐锦江在咖啡馆休息 她偶然抬头 却被窗外一个身穿军装的长发女孩吸引 这不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吗 立马让自己的助理去喊住那长发女孩 向她表明心意 后来她说我是香港演员徐锦江 我喜欢你 我要跟你就 我说神经病我都没想过 就走了 面对这么突然的告白 殷祝平当场愣住了 心想这人是不是不太正常 当场拒绝了 而殷祝平所在的队伍也急着赶路 两人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可有时候啊 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 几个月后两人再次相遇了 徐锦江来北京拍戏 彼时的女兵殷祝平刚刚退伍 跟着好友来看黎明 张明等大明星拍戏 来到片场后 她一眼就认出吊在威亚上的是徐锦江 从而大声叫了出来 而这时徐锦江也注意到了她 立马停下来工作 来到她的身边 再次说了同样的话 她说你回去一个礼拜 在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时间 我来跟你结婚 你在那里等我 一个星期后 殷祝平竟真的出现了 两人随即就领了证 一直到现在 携手走过了这么多年 而能让徐锦江这么坚定的选择 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遇见妻子之前 她曾画过一幅作品 画里的美少女和现在的妻子很是神似 遇见了就觉得她就是对的人 所以缘分这种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 近年来 徐锦江已经很少接戏了 她在内地断断续续也演了几部电视剧 如《仙剑奇侠传》中的《拜月教主》 《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峰》 《以天图龙记》中的《金毛狮王》等等 而现在 徐锦江把更多的时间投身于艺术创作中 举办了不少的画展 其中那幅美少女画 还被估出150万的高价 可谓在艺术界混得风生水起 这样一个男人能和风月片一起提及 也能和艺术完美配合 这就是真实的她 一个眼世俗却不俗的徐锦江 到了这个时候 我又说个真相给你听 其实我是你亲生子来 爸爸 三不龙九三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大家 hang out ? dice